有這個故事 每一個人都願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來給其他的人知道 那我相信在場啊 我的年紀應該是還蠻 不是太小但是還蠻小的 但現場有很多的長輩 各位大哥大姐 我今天真的看到很多你們散發出來的生命力 因為不管是田尾鼎社區 還是照安社區 還是大華社區 其實這三個社區在我們以往的社區營造的計畫裡面 參與度的確是比較低的 因為你知道大家都有辦法嘛 夠啥的 所以要來參加計畫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非常感謝楊穆雄老師 范爾剛文池協會這邊 謝謝老師 因為 對 楊穆老師 因為老師其實在參與這個社區 你知道他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然後還有林峰澤老師 對 那我們其實今年的計畫就是希望說 從楊老師這邊可以分享他的經驗 帶動周邊的幾個社區 那也非常感謝說 今年可以有 大家為自己給自己 在場的每一位給自己一個掌聲吧 真的非常棒喔 就是我剛剛看的時候非常感動 就是說 怎麼可以找到這麼多這麼多的故事 然後 我們能夠把這些故事 能夠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我相信雖然我不是雲林人 我也不是照安人 但是我媽媽是客家人 所以我也會願意把這樣的故事 分享給我的孩子 所以在這邊呢 請代表縣政府 感謝各位在這一年來的 付出跟努力 那我們希望可以 在明年的計畫呢 文化處這邊工商服務一下 文化處我們自己也有 社區營造的計畫 也歡迎每一個社區 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到 大約是在明年3月的時候 我們會有社區的說明會 那我們也歡迎每一個社區願意的 可以跟我這邊來做揭槍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感謝我們的觀眾 我們來來和我們關心 阿姨姬小姐 阿姨姬也希望我們 保健康參加文化處 的設計總體營造的地位 然後你告訴時間到了 一些事實也有我們要知道 過來我們 很緊張喔 我們在這項題曲這項的實斷 大家知道 大家好 我們來介紹你的社區 給我一項目的 因為我們的社區 如果沒有你們這些 老小孩 認真 還有用心 所以這個社區 沒有辦法做到這項目的 每一個社區 每一個社區的故事 每一個社區就是你們這些 用心 把這個社區營造出來 所以這項目的 在這項目的 我拜託觀眾說 我們每一個社區 我們每一個社區 有需要到三天的 有需要平復的 我希望觀眾這邊 多多 幫你們到三天 因為